刘志丹在割老会里是有很高地位的 然后当时呢 刘志丹在割老会里的 这个力量 这个地位 是靠的是马西五 1928年在莫斯科召集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 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报告 是由周恩来做的 这个报告呢 就是关于在中共和中共军队里的土匪问题 张作霖控制了这个北京 然后呢 万国共事团呢 就跟张作霖政府交涉 说必须立即搜查那个苏联大使馆 首先封锁 然后搜查 说里边有匪徒 里边要搞暴动 二六年 二七年 这个北伐战争 整个的北伐战争 是完全由苏联红军的将军策划的 和指挥的 就是整个的所谓的北伐军 施级和以上的 全部都是苏联军官 就是根本就不是国民党自己的 这个策划 和自己的指挥 和自己的能力 他们根本没这个能力 然后这个战略 战术 执行 都是苏联搞的 所以呢 非常顺利 就是这个 苏联红军指挥的 他们训练出来的北伐军 去打那些土匪 这个军阀跟土匪也差不多 就轻而易举 就势如破竹 但是 苏联的意图 绝对不是要国民党 来最后夺取政权 它是利用国民党 来把这个 原来的给搞垮 然后用共产党来取代 所以呢 由于北伐战争 取得了很大的这个胜利 然后呢 苏联同时 是试图要在北京 这个要搞暴动 然后这个要搞暴动的 这些秘密指示 这个电报呢 被这个西方国家给截获了 截获了以后呢 这个 当年就是在这个 辛丑条约的时候 这个西方国家 跟当时的清政府 有条约 条约是说呢 所有的这个 外国使馆在北京 是集中在一块的 东郊民巷那块 这些地方你们不许进 这是我们的地儿 因为曾经出过事嘛 从此你们不许进来 说你们要进 得是我们批准才能进 然后他们就是合在一起 这西方的这个使馆呢 是一个团体 他们叫万国公使团 那么由于 法国英国什么等等 这个一块都截获了 这个 苏联大使馆 要暴动 截获了这个消息 于是万国公使团 出了一个这个命令 当时呢 是苏联发动的 在北京发动过一次政变 政变了之后呢 就是张作霖控制了北京 所以所谓的北洋政府 其实是已经变了 变了 就是已经不是北洋了 已经是张作霖了 张作霖控制了这个北京 然后呢 万国公使团呢 就跟张作霖政府交涉 说必须立即搜查 那个苏联大使馆 首先封锁 然后搜查 说里边有匪徒 里边要搞暴动 说这个那个 我们的命令 然后张作霖立刻执行了 立刻就包围了苏联大使馆 进行了搜谷 把李道昭搜出来了 然后搜出来 我记不准这个数字 就十几二亿 就是有中共的 有苏共的 就是不是这个使领馆人员 是武装人员 然后搜出来了炸药 搜出来枪械 搜出来大量文件 文件都是关于暴动的 还有关于怎么样 这个川普国民党 怎么让共产党搞垮了 国民党等等 然后文件都出来了 然后蒋介石气疯了 就会发动了政变 所以是这个事在先 蒋介石的政变在后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不就是这个412吧 1927年412政变 412政变 那么这件事 刚才我说的这件事 发生的时间是4月初 4月几号 这个一共搜出来 七卡车的这个内容 然后立刻他们就在报纸上 就把这个一些这个文件里的内容 就在报纸上就登出来 这个因为张作霖 这个居然可以进攻一国使馆 这是很非同寻常的事 所以你有什么道理 那么他会说 我给你都宣布 都公布出来 然后我有这个万国公使团的支持 这不是我要干的 他们要干的 说我是奉团命令 然后我真找着东西了 他要进去啥也没找着 那其实是很麻烦的 所以他说我干 让大伙看 证据是这呢 所以这一下呢 就就 蒋介石就翻了 蒋介石就翻了 这个 所以才有 共产国际命令 中共各地 全面开花 暴动 就这个暴动 是这么来的 就是实际上 本来就要暴动 一切都是准备好的 早就已经把枪械 什么都准备 不是因为蒋介石 所以他们暴动 而是他们早就准备了 只是在寻找时间 什么时候弄 实际上就在北伐战争 已经顺利进行的情况下 他们在南方已经在暴动了 然后蒋介石也知道 也很生气 但是呢 他无法解释 就是他不知道 这个是一个局部的事呢 还是一个什么 那么他决定要政变的时候 因为他本来是受共产国际领导 苏联是他的领导 然后突然他反苏反共了 那就政变了 所以这个才是政变 就是他根本就是 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将军 所以当时国共在那个时间 都是受苏共 对对对 他那政变的意思就是 从此他翻了 对他不受苏联领导了 也跟共产党翻了 那么本来共产党就要暴动 那现在就全面暴动 那个然后这个全面暴动 因为这个蒋介石已经控制了上海 所以共产党没有可能接近上海 因为上海是更好的港口 就是苏联来援救 他就需要一个港口来援救 所以就把这个援救的地方 放到了这个扇围 然后就是都在南方暴动 然后就朝更南边的海边去 但是走不过去都被他们挡住了 因为这个秘密也暴露了 然后交通舰都被他们阻碍了 所以只好进山里去 就去了 就去了 景阳山都是土匪替他们打的 然后呢 斯大林认为 形势大好 所以现在的形势 相当于1917年的7月革命 1917年7月曾经这个发生过一次暴动 在波斯科 然后失败了 失败了以后呢 列宁就逃芬兰去了 就好多人都逃了 然后这个7月失败一次 不是10月就又来了吗 所以他认为中国就相当于那个 就是已经就要成熟了 差不多了 所以斯大林很兴奋 这个按照这个判断呢 所以他说 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还没准备好 因为原本中共很弱嘛 所以现在让他们赶快四处都起义呢 就把政权就拿下来 但是他们什么文件都还没有呢 他只不过是在苏联领导下 他必须得要自己得有系统的文件 指导自己来做什么 所以立刻决定 1928年在莫斯科召集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 这是唯一的一次 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 在外国举行 为什么会在莫斯科 就是因为他认为中国革命就要胜利了 于是就在莫斯科进行了这次代表大会 六大 对六大 然后这个代表大会上呢 就这个 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报告 是由周恩来做 这个报告呢 就是关于在中共和中共军队里的土匪问题 因为他是在土匪基础上建的 所以你怎么办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报告呢 就提出了整套的原则 这个原则实际上就是苏联告他的 你得按这个活摸 意思就是说呢 所有这些土匪呀 黑社会呀 秘密社会呀 这些东西呢 我们尽量从那里招募人 作为我们的武装力量 和作为我们的同志 进来以后呢 努力的分化瓦解他们的首脑 然后呢 所有已经分化瓦解 就是完全接受我们领导的那些首脑 那就变成我们党的干部 但是任何不接受的 都把他们给消灭了 有各种各样办法 就是包括肉体的消灭 然后这就形成了 这个中共中央的文件 就是周恩来的报告 然后就变成了六大的重要的文件之一 然后这个文件呢 那么你作为共产党嘛 文件出来以后 马上用电报的方式就传下去 就是马上四处就都得执行了 然后井冈山地区就要开会 传达中共六大文件 毛泽东当时地位很低的 所以根本人还在井冈山 人家在莫斯科开会 地位高的人都在莫斯科 地位低的人在山里头 山里要开会怎么办 说袁文才是我们这领导人之一 然后你这个文件是要除这个土匪领导 然后最后想出了一个折衷办法 说秘密开会 不让他知道 所以就背着袁文才 背着袁和王 就开了这个会 就传达了这个文件 但是呢你怎么可能 他不知道呢 他本来是这儿的领导 你这个文件里有这个内容 所以他就已经知道了 知道了以后 他就知道要出事 然后中间当然就有很多很多曲折 这都不在我的重点之内 但是总而言之 那个几年之后 袁王后来就被消灭了 而被消灭了 靠的是彭德怀林彪他们 所以就是说这个 井冈山的力量怎么形成 第一步就是 就是怎么消灭 他们里边的 这个不同力量 然后另一个就是 所谓的反AB团 反AB团 那么都是 其中最重要的力量 都是彭德怀林彪他们 这个 这才形成了 就是这个 这个毛泽东 在 中共的 军事武装里边的 这种统治力量 就靠这么来的 就是他一步一步 这个把 内部的 有能力的 给 给干掉 另外就是 他后来不是 到了这个 山北 建立了这个 以延安为首都的 这个 新的这个 中央根据地 那边呢 也是在相当大程度上 是意外的秘密社会 就是仍然是 格老会 就是刘志丹 在格老会里 是有很高地位的 然后当时呢 刘志丹在格老会里的 这个力量 这个地位 是靠的是马希武 而马希武呢 就是后来这地方 建了这个苏区之后 马希武是 当地的苏外政府的主席 马希武呢 在这个 中共刚建立政权的时候 曾经做过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 就是马希武曾经被 中共给捧得非常非常高的 那他呢 就是原本都是 这个当地的 格老会的 这个首脑 刘志丹是靠他进去的 是他把刘志丹介绍 进的那个格老会 中央红军到了陕北 在陕北建的那个根基地以后 就开了全国的 格老会代表大会 那个 所以就是格老会的重要性 是在官方文件上 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他 他就是正式的在那开 全国的格老会 大会 你就本来格老会 不存在这种全国代表大会 格老会 虽然是全国 这个组织 但是他那个全国的 这个 各地之间 是松散的关系 然后中共要想把它弄到一块来 因为 实际上是中共 要借这个力量 因为中共 这个长征之后 已经剩了没有人了 所以他要借这个力量 想要快速发展 那么他早先 无论是辛亥革命 还是中共的 每一步 都是靠着 就是辛亥革命 我们没时间谈 就是但是 就一句话总结 辛亥革命 你真正的 这个武装力量 直接是 就是同胞会 能弄得了的 能指挥 能吊得动的武装力量 就是格老会 就是辛亥革命的 这个 都不是都在讲 这个 这个辛亥革命 是在这个武昌起义吗 那为什么会武昌 武昌起义 一举就成功呢 当地的新军 力量很强的 怎么会武昌起义 能成功呢 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保禄运动 这个保禄运动 这个就是 格老会 全面起义的 格老会 是有 就是 有 就是成建制的 有组织的 有武器的 这个 大规模的起义了 那么格老会 大规模起义 而且有 全国各地的格老会 跑这来支援的 就是大规模起义之后 那么这个四川 根本无法抵挡 所以是从 这个湖北 调新军过去镇压 那么湖北新军 大批过去以后 这边就空虚 空虚了 他就趁虚就起义了 所以 这个 所谓辛亥革命的成功 靠的是保禄运动起义 保禄运动的起义 主力是各老会 就这么过来 所以这一步一步的 都是靠着这个 秘密组织 还有就是孙中山 这个搞二次革命的时候 要建这个中华革命党 中华革命党是完全是按 那个黑社会的方 建的 所有的连程序 连这个启示 什么印纸模 什么乱七八糟 一切都是按照 这个 传统黑社会的方 弄的 所以我讲这些的目的 就是要说明 这个是制度基因 就是不是一个人 两个人 而是世世代代的 这个 起义 这个革命 暴动 都用的同一个方 那个太平原国 也是 太平原国不是 洪秀全 自己弄起来的 是洪秀全 利用了已经存在的 秘密社会 弄起来的 然后他在 就弄神弄鬼 在吸引更多的人 但是他都是利用的 已有的 这些秘密社会的利量 就是这个东西呢 就是人们必须要很清楚 要有认识 比如说 是不是反共 一定就都是 这个 对民众有好处的 那就看你是怎么反共的 这个 这个使用 试图使用 秘密组织的 暴动的方式 是没有可能 这个获得 对民众有好处的结果的 就是 这种制度基因 出来的内容 是有它的特点的 这不是偶然的 就是 所以就说 这个历史不是偶然的 就历史总是要看 它是什么样的制度基因 产生出来的结果 哦 哦